还是发正手短 反手相持 还是樊振东帅 发球抢攻 注意到樊振东在第二局也是有意识的 发正手短 好的 漂亮 能够将他擅长的相持 威风八面的进攻 连续的白短 进入相持 好的 一个插网球 漂亮 还有 现在拼得了一个领先的机会 漂亮 哇 这是他的本能 我们看一下 这板球已经很艰难 但是这个回球的质量 这个投场 毫不犹豫 之后 第三板的质量 比较低 那肯定不行 反正都是2比1领先 按发球 周凯这边的第三板 质量不高 第三局最后的关键球 最后的关键球就是这个问题 好球 漂亮 回到了周凯的正手位 周凯要注意第三板 你看 要尽可能的发球抢攻 好的 这板质量不是足够高 你要打穿樊振东是很困难的 好的 防得非常漂亮 还是正手短 好的 这是凡震东 这是凡震东 就是凡震东 又是快批底下 这样11比7凡震东拿下第一局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是 是 谢谢 漂亮 太粉了 气温比较高 很多男运动员一举打下来 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好嘞 球那个比较爽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不可能很爽 为什么来之后你才能迎来春天 所以这个冬天还没过去 又是掰了一个大角度回到反手 又要给到这个凡震东的中间位 发不出力来的球 还是在控制短球一个轻挑直线 但是真的是从判法的那个球之后啊整个形势开始转了 转正手连续进攻两个人对拉 哇 再来 这球还有反手反拉周围连续反拉 哇 真棒 相当精彩 这个在第五局就是迎来转机 这个看到这个春天 现在有点春暖花开的感觉了 对吧 因为实力的差距是明摆的 但是呢 希望他们就是力拼 拼得很好 就是本身他们三名小拼老将 拼这个大腕的这种感觉 是 好球 反手 过 凡仁东 凡仁东退到一动是用正手在拉 就反手对正手 但这个力量呢丝毫不逊色 凡仁东 反手反拉 的力量是不错的 双方斗节奏 好 看看远台的对攻 好球 一个非常先进的战术意识 大家看 他发一个正手短 但是凡仁东呢 调打 还有 好的 实际上像凡仁东啊 他这个球风 他的风格 对呢 对这一等一的高手 今天他势必要加强这个打的话 呃 胜率不大 好球 那么在 嗯 这个 等了一等 看 反手这个有一个时间差 漂亮 分这个情况下 啊 凡仁东的头脑思路还是非常清楚的 正手近 正 我们看这个整个凡仁东啊 撞他太多的境界 漂亮 哦 回摆 上手 绑住之后 变反手 那么团体比赛 每一 漂亮 一手反思 这球其实也是 漂亮 同的两种情况 哦 哇 好球 好球 出手的时候 我们看他逆旋转 是一个直线走的 封闻训练之后 凡仁东的发球 多了很多的变化 他往前上 推的稍微有一点圆 好球 相持住 漂亮 哇 反手 并住中路之后 给到正手 给到正手 反手在摁直线 直接投场的 哇 漂亮 我们看两个人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身体的能力 中远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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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其实凡震东 现在已经度过了这场比赛 最难的时候 消一板 5比9 0 7 现在5比9落后